距离4090自然已经有半个多月的时间 从首批用户10月24号报告到最近的11月6号 目前已有20起 这对出货量原本就不多的4090来说 简直就是致命打击 况且能买4090的也是NVIDIA的骨灰粉 面对4090燃烧老黄也是急得不行 公开表示正在研究针对4090的解决办法 虽然民间流传多个说法 比如NVIDIA自带的电源线做工厂 或者转接线弯折幅度过大等 然而11月6号另一位土豪玩家却受到了打击 由于4090频繁起火 于是他特地买了个ATX3.0标准的MPG A1000G 这个电源可不便宜 据说满载功耗2600W 而且电源线材用料也是十分奢侈 然而没用几天也烧了 跟玩家表示自己小心翼翼的安装4090显卡 16PIN电源线也没有大幅度弯折 但还是遭此不测 目前微信已经回收了它的显卡和电源 开展进一步调查 说实话 虽然4090相比3090Ti功耗并没有增加 但也是450W的大火了 如果超频和满载运行显卡 600W也是极有可能 光靠孤零零的一条线确实有些吃不消 现在4090的处境也很尴尬 花了一万多买回去 还得当大爷供者实在闹心 话说你们觉得呢 请今天的视频就说到这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